临近春节,从广东返回广西老家过年的民众越来越多 数百公里的路程,不少人选择骑摩托车返乡 骑士们脱家带口的越来越少 骑着玩乐型摩托车,背着双肩包的人越来越多 广西贵港贵平市的返乡骑士维加强 和两位朋友久时在广东佛山市顺德区出发 十四时许,记者在321果道广西吴州市东出口 一处春运爱心服务站遇到了他 是从广东盛德那边务工的 现在是回广西贵平过年 从广东开摩托车回家过年,今年第五年 我觉得摩托车过年回家的话就灵活嘛,小 不着急的,慢慢开回家的 一边开一边玩 我骑摩托车到现在已经换了三台车了 一台车骑太久了,会腻的 最开始的一万,一万块钱 现在的两万五 那家里面觉得你这个开车回家到吗? 有没有跟你讲过什么? 就是村里面同龄人啊? 他们说傻宅来的 回家你也可以不开摩托车实际上 像你是不是也可以? 不行 不行 一定要开摩托车? 一定要开 为什么呢? 兴趣嘛 在该服务站,记者还遇到从广东江门市骑车返乡的骑手黄璇 他多次骑摩托车返乡 并沉浸在摩托车的驾驶乐趣中 渴望着赚更多的钱,买排量动力更大的车子 我记得第一次骑的时候,我心里面很高兴 我一路这里走上来,亲身体会到这种摩托的那种乐趣 最后来一直就好像是借不掉了 买了两三部摩托了 一直想升级大排量那种 现在我还想着又很羡慕别人那个1000cc的排量那种 就是现在还没有钱嘛 所以说我心里面就是很想拥有那种一步步的生机吧 为了保障路上骑手的安全 当地在321国道广西吴州市东出口 设置一处春运爱新服务站 服务站内,中国石化广西石油吴州风公司员工李金兰 为女乘客送上围巾保暖 还提供儿童手套和年糕给民众带着返乡 他已在此为返乡摩托车服务19年 获得过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为进一步方便民众返乡 服务站开通司机驿站 为过往司机提供住所 我们准备了两间房 两间房总共就有八个床位 里面还有洗衣机、空调 各方面应有尽有 如果司机要吃饭或者煮面条 或者怎么样的话 那么我在一楼餐厅上面 免费,全部免费 包括吃面条、煮饭 还有站场种的青菜 都是免费的 经济的发展让动车以及自驾等出行方式司空见惯 骑摩托车载着家人 拉着几项行李的骑士越来越少 骑士组成也从被逼无奈的摩托大军 逐渐转向追求风和自由的快乐小队 人数从高峰时期的25万变为如今的1万左右 前几年我就已经发现摩托车的数量在不断的减少 高铁开通了以后的话呢 就方便了他们回家的方式 还有的话呢 就是他们自己买了小型汽车 这样的话呢 就是可以一家人回家 就不用再用这种方式 我们预计今年在春运期间 他们的来回的那个数量的话呢 是会有1万这样左右 感谢观看